我們做一個訪問,今天主耶穌,我把今天的分享交在你手上,不只是在座每一位聽到孩子所分享的,主要你將亮光、你將啟示賜給他們, 因為我們都要經歷一個生命被改變的聲音,打開我們的心,讓我們能夠領受你的話,奉耶穌的名字。 在耶穌的名字,在耶穌的名字,翻到了嗎? 約翰福音第十章的詞節,應該大家都恨你,常常非常得熟悉。 我來的是要叫楊德生命並且得得更豐盛。 所以,照道理說,我們基督徒的生命應該是豐盛的生命。 他說,我來了是要叫楊德生命。 耶穌說,在你接受耶穌的那一撒大情,你就已經得了永恆的生命。 所以,當我們接受耶穌,在那一刻,我們會得更豐盛。 第二件事,它說是,生命更豐盛。 誰覺得你的生命更豐盛了呢? 在你接受耶穌的主之後,有的話,舉手。 舉手,你有沒有覺得你信了主之後,你的生命更豐盛。 如果你擁有一個越來越豐盛的生命,這是正常的。 如果你擁有一個越來越豐盛的生命,這是正常的。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你的生命會變得豐盛。 因為,因為聖經告訴我們,你的生命會變得豐盛。 所以,你在座每一位,有沒有人想得更豐盛的生命呢? 所以,你看到這個表格了。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表格, 你可以看到這個寶寶嗎? 上面寫了其實算不錯。 第一個通生的生命要從聖經裡面最重要的事情開始認識 如果你要得到通生的生命 神能告訴我聖經的大禁禮之下 誰能告訴我什麼是最大的禁禮之下 愛你的朋友為自己 敬禮之下 敬禮之下 愛主你和神 所以第一步你要愛你 在你的這個地方就是聖經的大禁明 愛主 所有基督徒 所有的生活所有的作息還有我們的服事都是從一件事開始 就是愛主 所以一當你愛主的時候你就會有一個改變 但是你需要下一個決心 我們看一下真言第四章23到27節 你看到了嗎? 第四章23到27節 第四章23到27節 你會用不掉斜臂的口氣絕 關鍵的嘴 你的眼目要向前震撼你的眼睛當上直觀 要修平你腳下的路 堅定你一切的道 不可偏向左右 要是你的腳離開其二 所以當你愛主的時候你還要下一個決心 下一個什麼決心呢? 下一個決心要過著討生其樂的生活 下一個決心要過著討生其樂的生活 所以你看到他寫說一生的果效是有心發出的 所以他寫說 the heart is the well spring of life 所以你有下定決心嗎? 我所說的決心是決心 the commitment I'm saying is it means commitment 決心就是我決定要這麼做這就是決心 when I say commitment it means that I commit and decide to do what I want to do 所以今天可以告訴我說 你真的有下一個決心嗎? 你決定說我就是 我就是要愛主 我就是生命就是要改變 今天立下一個主的道 so can you tell me that yes right now I really want to commit can you say that I have committed my life to Jesus and that I committed my life to live a life of loving Jesus 在二十六節說到 要修平你腳下的路堅定你一切的道 Vers 26 make level paths for your feet and take only ways that are firm 堅定你一切的道 take only ways that are firm 就是你要 我就是要 這就是我的目的 這就是我的人生方向 so it means that this is my this is the way that I'm going to go this is my life path 所以在第二個格子上面 第一個右上角 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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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or commitment make a commitment 所以你也許會問說 喔 我有這個決心啊 我想要跟隨主 我想要愛神 但是我要怎麼樣 我要怎麼做勒? 我們坐勒 作勒 嘗 你做勒 嘗 寡訓 唇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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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訴我嗎? 第一個,復經,因為這關於你的思想更新,因為當你下一個決心的時候,你不知道怎麼做,你必須要跟隨這個聖經, 因為這個聖經就是你一切生活的準則,生活的操作手冊。 所以你沒有意義什麼做,你怎麼做,你必須要活著你的生活,你必須要知道。